今天纽约八十几度 有点热了 尤其中午 所以我就来到布鲁克林 算是比较近 又是最凉快的地方 而且这里有很大的停车场 也好久没来了哦 蓝天白云 那半天云过得好漂亮 这节超市就比其他的贵一点 可是一进来看到超便宜的 对哦 五毛九只啊 怎么买啊 我以为看错了 买了一元的橫纸 不是很漂亮啊 不是说烂才五毛九啊 是好地地哦 适来买啊 一般都是卖不出去 快坏的时候 他们才减那么便宜 但这一次不是哦 我的晚餐呢 就吃这么少啦 简单啦 而且不是我一个吃完哦 我还分了一半给我老妈子 今天纽约6月3号 也就在转为3号 没多久之后 在纽约市的皇后区 深夜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两名警察在追捕 一名19岁的男子的时候中枪 他为什么要追那个男子呢 当时他的摩托车是 相反方向在开嘛 那警方就拦截 那个人呢就 马上就把那个车放弃了 就离开现场 但在逃逸的过程中呢 就对警察开了 枪而且击中 两名中枪的是两名 被送到医院啊 还好就没有生命危险 那个嫌犯抓到之后 也因为他的脚中枪了 所以就送到医院 就医院了 乌龟哦 草龟 15块钱一只 我以前有养过这种 也养到这么大只 这个鱼的名字好有趣哦 它不叫鱼 它叫海底鸡 我又想起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 他只是喜欢吃鸡 今天发现一个新闻呢 也引起我的注意 觉得有点特别呢 也跟我美国 我们美国有点相关吧 墨西哥选总统 他的结果是 第一位墨西哥女人 当上总统了 他的年龄是61岁 鸡松肉 粉骨油 刚才看到铜子鸡 那个是怎么煮的 这个拿来煲汤 最后我买了鸡瘤 大家都知道了 美墨边境好大的问题啊 所以呢 虽然是墨西哥选总统 但新的政府 未来将在美国边境 政策的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是有注意吧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啊 今天上午就报导 三名知情员士透露 拜登政府最快将在明天 发布行政命令内容 包括 线书美墨边境地区的 庇护申请 刚刚拍完的一包包的鸡 有没有人吃怪啊 好不好吃啊 整一头鸡就17块 已经做好了 好像牛肉没有看到 好的 它这里卖的比较贵 但是呢 它这里 不同味道的卖的也特别多呢 我看得流口水 但我已经不能吃那么多零食 那个报道就指出 一旦边境地区 非法入境 人潮超过某个门槛时 好潮哦 行政命令将 允许移民官员呢 将非法入境美国的外籍人士 迅速驱管出境 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了 不必处理这些无证移民的庇护申请 行政命令 法律根据来自 移民法的212F条款的总统群献 前总统川普 他在任的时候 曾引用过相同的条款对移民政策 也包括了 引发争议的旅游禁令 这个我每次过买一盒来试试 现在拜登政府 每天都在美境边境处理的 大概是有1500名移民的庇护申请 绝大多数呢 案件申请员都是透过智能手机来 那个应用程式来完成面试的预约 然后他们在墨西哥边境等候 不过呢 没有成年人陪伴的 未成年 无证儿童 行政命令就会给他们 跨免 买什么口味好呢 最近美墨边境非法入境应该是有降温了 5月份在墨西哥边境逮捕 无证移民 大概是11万8千人 连续第三个月 呈现减少 美国的官员是这样说 墨西哥当局加强 查 前往美国的透渡行动 然后呢 拜登政府就扩大 出 出赶出去嘛 所以呢 非法入境的元素就 会降低了 终于都看到那个绿色的小罐的 一个人和买小罐的 螺丝粉买了三包 现在在买羊角豆 这个羊角豆 我好几次在其他超市 没看到 不太老的 也没看到 反正我这次就满意买了 之前在不同的超市 好几次看到 只要不够新鲜 然后我就没买 太老的话 里面的 纸呢是 反正 怎么说呢 不能太老嘛 也需要新鲜 好久没煮这一道菜了 然后你看哦 我的车也蛮挺空的 这个推车 看起来没买很多东西 但我已经付了89块多 差一点就90块了 好了 买完了 也差不多就结束这个视频了 感谢这位网友的观看 还留下点评了 我就没办法回复你 我对于没搞清楚 鱼我就知道叫鱼 名字很少知道 另外感谢这位网友的留言 看完他写的我就明白多一点 谢谢所有的留言 这位朋友说 就那么几片鱼片 里面还有一些芽菜 什么一点杂菜 就十几块钱 他说再也不去吃 而我自己觉得 很好吃也不是 反正也不会不好吃 但是 20块一个午餐 也没办法时常吃啊 不然的话就很难存钱 在这里就感谢你们的陪伴 陪我走过这个视频 谢谢 而且另外就是还没点赞的 记得哦 其他的留言 我会一个一个再回复你们